是否真的社會有很大的問題出現 由一個經濟城市變成一個政治城市 特別是你會看到近幾年來 多了年輕一輩的人參與政治 為什麼呢? 全世界都有一個現象 三十歲以下的年輕人 無論男也好女也好 其實他們的政治參與和投入程度是很低的 第一可能要忙著讀書的問題 社會工作 又要忙著自己的感情問題 又要忙著自己的事業問題 誰那麼關心社會的事務呢? 大眾的事務呢? 其實就是你和我之間的事 我們當然不關心 社會的問題 但香港近幾年來我自己的觀察 就是因為 他們覺得 面對現在社會的問題 他們看不到自己的出路和希望 我覺得這個就是令到 經濟有影響 有些所謂abnormal的情況出現 相比其他世界各地的情況 多了關心自己的政治議題 多了出聲 他覺得沒有出路是事業上 no hope no hope 因為我沒有香港住十年 不單止自己 看自己的整個社會都是no hope 所以他就覺得 如果今天我還不參與的時候 難道等到我老的時候 我才要求改變 是不行的 這次改選之後 你們好像清一色年輕化 聽聞平均年齡34歲 你們高層 哈哈 這麼年輕嗎? 滿頭白髮 我是比平均年齡大了 主席已經把平均年齡高了 那個curve line高了 24 那是否希望 其實是 覺得 這麼多支持者都是年輕一脫的 那就順應一件事 既然我們批評民主黨 或者過去的民主運動 其實已經開始出現僵化和老化的問題 你更加需要我們要更新 其實這才是我們社民聯 希望能夠盡快年輕化 以及加強政黨的活力 因為我們覺得 你做了十多二十年之後 就很恩秦 是 會的 我覺得美國也是這樣 昨天做這件事之後 明天都是這樣 那套東西都是對的 所以我們就加速這件事 老實說 這個世界 誰沒了誰不行 是 明天沒了我也不行 一樣可以 社民聯繫繼續運作 是 不如這樣 我們休息一會 稍後回來 我們去到六點鐘 如果大家有興趣 都想和我們三位聊 當然陶君恒也在 剛剛在香港坐飛機過來 可以打電話 我們的直播是 626-520-1430 直播室電話 好了 今個星期六 這個 兩點鐘至四點鐘 那就記住了 大家等了很久 終於 有機會讓大家等到 就是這個 2011年的 Master II 就是Master II 隆重登場 想不想大家有機會 親身試一下 這個榮獲2008年度 歐洲世界汽車獎 的這部Master II 如果想的話 記得 8月14日 星期六 下午兩點鐘至四點鐘 的時候 在Master of Alhambra 到時有試車活動 到時都有這個 非常好的價錢 我們1430 也有三位主持 在現場和大家一起 轉播這個實況 和陪大家一起試車 另外 就是 Master當日 都會有一些 非常好的優惠 包括零利率 這個給大家選擇 加上Master of Alhambra 現在有全新的銷售團隊 親切的服務態度 如果你是新移民 或者你的信用不太好 都可以試一試去 Master of Alhambra 它會幫到你 記住 今個禮拜六 兩點四點鐘 我們將會有三個主持 在這裡陪大家一起試這部 非常之受歡迎 亦都等了很久的 Master II 這部汽車的 都說夕陽無限好 上日莫到黃昏池 星期一至五 下午四點到六點 日落大道 LA生活態度 在我們直播室的 有陶君恒先生 文怨 桂思杰 桂思杰 很多問題想問 最近五區總辭結束了 有人就說是失敗 有人就說 成功 OK的 如果可以有這麼多人 如果你們有一個議題 例如你們出來遊行 起碼有這群人 可能是完全支持你們 不算是失敗 是你覺得這個結果 究竟是成功是失敗 你們會不會滿意呢 看看你從什麼標準去看 如果純粹從過去 香港立法會選舉 對於投票率來說 當然不是很理想 因為個案起碼 都差不多值得一半 百五萬左右 今次只有百五萬 就是三分之一 但是你看回 整個去那半年 香港的政治形勢 那五十萬人都是很重要 是 我記得二十三帖 都是五十萬人有 夠膽走出來 第一 在那個政治環境裏 第一 阿爺打壓 就是中央政府 鋪天蓋地去打壓 之餘還叫所有的建制派 你不要跟我們選 你沒有對手 就自然沒有競爭 那些人就不覺得 選舉氣氛很像 這是第一 第二 就是你連民主派裡面 我們都有成員 包括民主黨主要 就是不參與 暢淡 那現在是不是跟民主派那邊 玩完了 好像玩完 大家有什麼關係 我又不敢 偶然會不會 偶然會 偶然 我問一下 但是真的不知道說什麼好 那跟司徒華的關係呢 跟司徒華的關係是怎樣 我還是支聯會的成員 來的 OK 灑了 一個水袖 把他推開 這位老人家 我們依然很尊重他 不過 在那些問題上 大家無謂再答應 有沒有一點也真的改朝換代 現在 真的就是說年輕化了 是需要活力 大家真的要 都是改朝換代的時候 又不是 我感覺就是 以往很籠統講 叫做泛民主派 那當然 我只能夠說 我們那個組織 我們自己的看法 現在就分得到了 譬如過去公投活動 我們和公民黨 我們會覺得 這個關係下面 我們認清了 最堅實的民主派 原來只有我們 那其他的 可能有一些 例如民主黨那些 我們現在就當作求和派 如果你說 我又要談 又要組織 就如同警機所說 那過去二十年 你不用這招 那都去到這個階段 那你現在才去談 而談的過程當中 他所謂爭取回來的事情 其實跟普選是沒有關係的 因為其實中央都說明白的 2012之後 再安排那些 是下一次再談的 那其實今次 我究竟會不會有這個正確方案 你知道政府算是沒有原地答報 其實原不原地答報 跟下一次可以寬鬆到怎樣 是沒有關係的 那你爭取來做什麼呢 另外 我剛才一開始 未開節目 就說由錢入心 譬如很多我們的聽眾 真的不是在香港來 但有聽到有時候 講香港的一些 譬如新聞都會碰到 有時候政治這方面都會碰到 但就是講 譬如投票這方面 譬如經常講普選普選 簡單來講 其實你們爭取的是 為什麼呢 而是可不可以用簡單的 一句講完 每個人都應該有平等參與政治的權利 無論選立立法會議員 和選我們的行政座官 是 現在又是沒有的 平等的 現在是不平等的 解釋一下怎樣不平等的 第一 立法會裡面 現在60席裡面 有30席 是功能組別選區產生 功能組別就是行業 沒錯 行業可以少到選區 例如說 餘龍界只有百幾二百個人 我選一個人 例如我區議員的界別 區議員界別大概是四百多人左右 但你又可以大到 例如教師的界別是幾萬 是 會計師又六七千 是 所以整個選舉的方式 是錯了 因為地區直選 就很根據人口 是不是 票值 就是我和你是一樣的 是 都是一票 沒錯 如果有一半是工人組別 它是建基於很少的 選民基礎裡面選出來 令到日後的立法會 因為我們還有分組點票 如果政府提出的議案 就不計算 但如果議員提出 要兩邊的組別通過 所以 那30個 我記得毓文上次說 他覺得這30個在做什麼 壓住個位 但你舉了票和那一票 一模一樣的能力 你會導致香港有一個政治狀況 就是 是多數服從少數 還有那些 功能組別 那些一定是 維護自己的利益 而去 那一票 其實香港的立法會 奇怪的現象在於 只有16個人 已經可以決定香港人的命運 因為那16個人 已經可以否決了 你任何的命運 即使你很想做一件事 或者你很不想做一件事 那16個人就變成一個 很關鍵的少數影響 而這些人 可能是 大部分是自動當選的 我們計算過 那30席裏面的14席 是自動當選 那現在你是不是 其實都希望 廢除功能組別 有沒有可能 這是最終的目標 這是我們最終極的目標 有沒有希望 要看我們香港人的努力 但是 剛才的季思潔也說過 你2012年 今次你民主黨的backdown 導致日後 你很難 在2017或者2020年 會有個終極普選 廢除功能組別 或者廢除這個分組點票的制度 為什麼民主黨會這樣做呢 我想你問一下 我很奇怪 為什麼現在還增加了呢 你明明在飢荒中 你說我想吃飽飯 原來他給了半塊餅乾 你就收貨了 那下次還差什麼 下次就給你一塊餅乾 你仍然是吃飽的 但不是 我現在已經吃飽飯 我一定跟你瘋下去 那些才叫討價還價 其實你們除了 當然focus在自己香港的社會 或者政治問題 你有沒有自己都會向外 有時看看其他地方 他們那邊發生的問題 吸出經驗 或者吸出一個教訓 他們對你們有沒有什麼影響 比如美國這邊 你們有沒有留意美國這邊的政局 會不會 有奧巴馬選舉的時候 很關心 他平靜一聲雷 靠網上 一夜大起了他 是呀 是呀 社民連抄了他一些 是呀 Facebook 如果不是現在網上 大家的關係這麼緊密的話 你很難把自己的理念 傳遞到海外的 現在一按一按就很難看到 沒錯 互聯網的威力很大 所以他跟我很近的就是奧巴馬 因為他做一些speech 我們在網上就看到 是呀 我剛才想說 有功能組別這件事 有16個人 就已經將一些可能大家覺得應該有的東西 都可以否決了 是 高鐵 你不會那麼蠢 那麼多錢 起一條高鐵 移去快幾分鐘 是 是 那就算了 沒有辦法 這是中央的政策 譬如說 最低工資很多國家都有 我們都有 公平競爭法都有 但是我告訴你 如果不是政府 即是已經指示了 要這些功能組別 來放他一馬 連過機會都沒有 嗯 你說我有沒有參考一下外國的經驗 接下來我又很興趣連美來加州 是 因為你們大選之餘有公投 是 而你們說你們的公投議題是什麼 是說大麻合法化 哈哈 哈哈 都很厲害 我們在香港搞個變相公投 純粹說我們要爭取2012雙普選 是 都搞到哇 你又好像搞港島 又顛覆國家政權 是 是是是 結果原來不是 加州在說大麻合法化 是 在說幾個方向 同性戀婚姻 同性戀婚姻 對 很多東西 其實這個公投是一個基本的權利 嗯 當然你問我 是不理想 試完一次不行 就下次再來 是嗎 50萬不少的了 當然 如果你說相比遊行 新水新汗走出來 是有不同的地方 嗯 你只是家裡去樓下投票而已 你這麼辛苦 是不是 這次公投要找個票站 也很辛苦 很難找票站 轉來轉去和 這些又要跟這邊聽說 因為他以往 大部份的學校 或者那些慈善團體 會借一些地方出來去票站 是 今次因為政府和中央說 喂 我不支持你搞這件事 很多學校就說 我不支持這個議題 我不借 這些我們不知道 所以不止50萬 這麼黑 不止50萬 我們聽不聽一下電話 聽電話的 那邊是screen了沒有 我們不會screen 不用screen 打進來罵 喂 喂 這位政眾是不是想說話的 我們的電話是529430 這位政眾就是由世界盃之後 就沒有打電話來那個Rick 我們還是失業的 想案 想案 首先就很歡迎這兩位嘉賓 三位的 有一個比較浪漫一點 少一點出聲 很快講講 我很想問你們的意見 我呢 就很短的講 我是在香港出生 就讀完Upper 6 跟著過來 讀大學和研究院 是 在美國35年了 做了20年 現在沒工作 先講明 OK 那我就是U.S. citizen 但我呢 走的時候 我還保持香港的ID card 那我簡單問 就好像我的這樣的情形 我想 聽眾都有些是的 可能譬如你都沒有那麼久 我們有些什麼可以做呢 在這裏 或者說 我聽人說 回香港可以 因為我有香港ID card 我又可以去申請些什麼東西的 是不是有這回事呢 先搞些什麼 你先去做什麼 你先換了新的身份證沒有 沒有 我只是 OK 智能身份證你換了沒有 你要換回去 1994年就已經過 所以我不知道你講什麼 我那時候的身份證是 你應該回香港 如果你再安排日後的工作 或者你的生活 你先把智能身份證 就會方便很多 我不知道你想申請什麼 你是不是講社會福利 還是房屋 還是醫療 我現在不是想要福利 我是想如果要參證 參證 參證 怎樣 那簡單 你要找個地址登記做選民 那就可以了 你找個register address 經常居住的地址 是 我可不可以用我媽媽 我大家知道我在香港住 我可不可以用她的地址 你可以用